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的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介绍 自去年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试运型服务十个月以来工作稳定 有些技术指标还超出了设计预期 这段时间,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的杨高公习惯一上车就打开他的北斗车载导航仪试用机 他想亲自体验一下使用北斗导航的感受 从实际测试使用的情况看 它的使用模式,使用方便度 以前的传统的GPS导航系没有本质的变化 并不因为增加了北斗就改变了它的导航模式 或者使用的复杂度 应该说还是跟以前一样的方便和便捷 这是广东的一家企业生产的车载导航仪试用机 从内部的芯片和模块到整机的开发和生产 完全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此外,由于它兼容了GPS 用户感受到的导航性能也能得到提高 这批北斗测试终端 它是具备北斗和GPS双模使用能力 既可以单独用北斗导航 也可以用GPS导航 如果用北斗和GPS联合在一起 双模的模式来导航的话 系统性能还可以进一步或者提升 应付体验更加好 据了解 从北斗导航卫星系统正式提供试运型服务以来 在基础芯片和终端的应用开发方面 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 现在国内企业已经具备进入到车辆 甚至手机终端应用的水平 系统性能获得大幅提升 各项指标甚至超出了预期